国盟主席丹斯里穆尔丁昨天虽然宣称自己和东南两大阵营 加上部分国阵议员合作之后 已经掌握足够的国会议席可以阻隔 不过国阵主席拿杜斯里·阿莫扎西却反驳 强调国阵从头到尾都没有点头同意 情况分回路转 对于扎西的说法 穆尔丁并不担忧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 任相不一定要得到整个政党授权 党内个别的议员可以各自表态支持 完全不成问题 穆尔丁昨晚在吉隆坡出席土团党最高领事会议后重申 任相的条件只需要获得大多数的国会议员支持 就水到渠成 无论他们来自哪个政党 他更表明自己手上握有这一群议员的宣誓书 足以证明国盟阵营有能力阻隔 据了解有别于其他政党 乌统党章内没有明文规定 违反党意会失去党籍 因此就算乌统议员以本身的名义支持穆尔丁 相信也不会抵触反跳槽法定 穆尔丁认为扎西宣称要得到他的同意 才允许对外结盟的说法站不住脚 纯粹是单方面的看法 监督